前不久父亲节当天演员海青亮相北京 那由于节日不能陪伴在父亲和老公身边的缘故 一向不对外谈及家人的海青 当天却难得的谈到了宝贝儿子 究竟爆了什么料 一起来洗耳恭听吧 当天海青抱病出席活动 腿上也有一小块不顺磕碰留下的淤青 不过一提及父亲节 不善于媒体打交道的海青 立马打开了花匣子 今年的父亲节说来惭愧是我儿子提醒我的 在父亲节前两天 中午的时候 他突然做了一个油泥 不是你做一个汉堡干嘛 他说给爸爸呀 因为父亲节送他礼物了 我说哇塞 我说父亲节还有礼物啊 转眼间海青的儿子也快到上小学的年纪了 之前对家庭守口如瓶的海青 近日在微博上频频晒幸福 不久前海青晒出一张和儿子龙哥 拍幼儿园毕业照的照片 为了在合影中和儿子保持同一个高度 他特意跪在儿子身旁 画面十分搞笑 摄影师大喊 那个跪着的家长把头低下去 别让我看到你 真想回他一句 你确定要我消失吗 随着儿子慢慢长大 海青在微博上书写的内容也越来越生活化 如此看来 这位新妈已经慢慢放下闲浅的戒心 开始愿意和影迷们一起共享她的家庭生活 海青主动谈家庭这一举动令外界十分惊讶 因为从一开始她就刻意掩饰一位人母的身份 2009年当时31岁的海青 凭借媳妇就一炮而红 但当时对于结婚与否 海青一直都迂回回答 要不是2010年在电影《肇事孤儿记者会》上 葛优的一番无心之言 海青的母亲身份 恐怕至今都无人知晓 之后媳妇专业护海青 时不时透露夫妻之间的相处之道 事件真相开始逐渐明朗 我真的 我说只能多从对方着想 然后 然后都跟老公商量 不过由于海青始终没有否认过自己已婚一事 正因为此 在隐婚影子风波传出之后 外界并没有像当初刘德华婚史曝光时那样对他进行指责 反而有不少人力挺海青 影迷认为年过儿力之年的海青 有家庭 有孩子 是再正常不过的事 如今儿子幼儿园毕业 即将步入小学 海青也将慢慢放缓工作脚步 多点时间长回家看看 今年等于从一月份开始一直在拍 拍到五月份 所以今天我想休息一下 陪陪家里人 行为在线 北京独家报道 小学校 我愿想按照 前 这个 我愿想要 我愿想要 我们蘇地 学习